在三年大饥荒中 挽救危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 如果没有这项措施 可能还要饿死更多的人 但是对这是群众的自发的救命措施 省县级领导人只能采取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态度 只有安徽的曾熙盛1961年才明确支持并推广 不过曾熙盛也是采取民修战道 暗度陈仓的办法 对外称包公包产责任制 实际搞的是包产到户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微妙而多变 在1959年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饥荒严重程度估计不足 对刚落头的包产到户极力打压 1959年11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揭穿包产到户的真面目 指出包产到户这种毒草必须连根拔掉 一丁点也不许留 同年12月4日 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 包产到户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的文章 把反包产到户和反右倾结合在一起 1959年10月13日 中共中央批准江苏省委的 关于立即纠正 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 中共中央的暗语中说 把全部或者大补农活包公到户 或者包产到户的做法 实际是在农村中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做法 凡有这种意见和活动的地方 都必须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1959年10月12日 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 关于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 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 是9月29日写的 并作如下批语 这个报告所反映的情况 很值得注意 河南省委候补委员 新乡地委第一书记耿启昌同志 和洛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慧志同志 借着整设和包公包产的机会 推行所谓地段责任制 重新丈量土地 定界杯 主张把土地 牲畜 农具 劳力等 暗户包给家长 在家长指导下干活 他们赞扬所谓满地人 不成群的单干景象 他们想把一搭二工的人民公社 倒退为一小二私的互助组 或单干户 这里明显暴露出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对人民公社的本心和实质 是根本反对农业合作化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思想直接反映的是 一部分富裕中农的要求 但是归根结底 最后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 实质是 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 在党内的反映 如果不彻底地加以肃清 党的总路线是不可能顺利贯彻的 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 对于这种思想 各地党委应找出一批典型材料 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深入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险恶面目彻底揭露 把他们的市场缩小得小而又小 把一切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彻底搞臭 以保证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贯彻之行 1959年10月15日 中共中央批准了农业部党组 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 批评今年5、6、7月间 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 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 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 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 也是在10月15日 中共中央转发湖南省委 关于在10个公社中选择10个大队整设试点 及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经验 中共中央的暗语说 目前农村中正在进行着一场两条道路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10年来农村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两条道路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很激烈 很深刻的阶级斗争 在当时那种意识形态条件下 在政权机构内部反对救命田的力量相当强大 有些领导人批判又轻比毛泽东还要坚决 据对有关文献的分析 中共中央上述四个报告的暗语 除湖南这个报告经过毛泽东的修改以外 其他都不是出自毛泽东之手 到了1960年底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才真正知道饥荒的严重程度 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 才以生产责任制的名义默许包产到户 但不明确表态支持 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对曾希胜说的三句话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微妙态度 1961年3月15日说 你试验吗 搞坏了检查就是了 如果搞好了能增产11斤粮食 那就是一件大好事 1961年7月说你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 1961年12月说生产恢复了 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 1960年以后 由于大量饿死人 中共中央在没有打压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在各地发展很快 到1962年就后 饥荒稍有缓解 中共中央就明确表示 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道路 下令各地改正 原来搞包产到户比较多的地方 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困境 就千方百计地淡化包产到户的情况 广西桂林地区龙胜县 是搞包产到户比较有名的地方 1962年6月6日到7日 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柱和王任仲 到龙胜县厅汇报 召开座谈会 他们写的 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 在广西龙胜县举行的座谈纪要中写到情况表明 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目前形势的主流 同时却有一部分皮下中农 对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了暂时的动摇 也确实还有一小部分的富分子 和少数富裕中农 留恋资本主义道路 积极进行单干 但这不是主流 原来估计 全线有60%甚至70%的生产队单干了 事实上单干并没有那么多 那是因为界限不清 把那些正确的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 和其他基本上仍是集体经营的生产队 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 这个报告表明 在最困难的时刻 中国农民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很需要这样的报告 7月22日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 引发中央工作会议各同志 这个文件所做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 为了推动改正责任田 1962年12月11日 中共中央以安徽改正责任田情况为题 向全国转发了安徽省委 关于改正责任田的总结 这个文件介绍 据最近统计 安徽省以改正责任田的生产队 有60,100多个 占实行责任田生产队总数的23% 这个文件说 从改正责任田过程中 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说明 实行责任田虽然不到两年 但是已经暴露出来许多严重恶果 生产资料支配权 已逐渐转移到个人手里 生产资料所有权发生很大变化 生产上不能统一计划 不能统一使用劳动力 统一分配受到破坏 集体和国家利益受到损害 四 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农民中个人主义 自私观念日益发展 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逐渐削弱 改正责任田的过程 是一次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 当初实行责任田的积极分子 从死亡线上救助农民的基层干部 却遭受到打击 这种打击不仅在改正的过程中 在以后的四清和文革中 还加倍清算这笔政治账 第七 下放城镇职工减小粮食压力 粮食争购是为了满足城镇的需要 工业上的太快 城镇人口增长太快 使农业不堪重负 陈运说 三年来招收职工2500多万人 使城市人口增加到1亿3000万 现在看来并不恰当 大跃进中 各地上的工业项目太多 造成物资 财政十分紧张 因此 下马一些工业建设项目 精简城镇人口 是解决粮食不足 和缓解紧张气氛的一个必要措施 陈云对此做过精确的计算 他说 下乡1000万人 可以少供应粮食45亿斤 下乡2000万人 就可以少供应粮食90亿斤 在大跃进中 由于要尽快地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 大批农民进城当了工人 成了吃商品粮的人 他们由农民身份 变成了工人身份 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 但是好景不长 粮食一紧张 他们就成了精简下放的对象 又由工人变成了农民 社会地位下降 千万个家庭 由此经历了一次悲欢离合 陈云建议 凡是近三年从农村来的 一般的都要动员他们回去 那里来的 就回到那里去 精简职工从1959年 在一些地方就开始了 但精简人数不算很多 庐山会议反右倾以后 三面红旗重新高高举起 各地又进一步招工 由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资金和原料不足 一些工厂无法开工 大批工厂被破关 停 并 转 一些基建木被迫停止 成千上万的工人 无事可做 大规模精简职工 是从1961年半 随着实行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的方针开始的 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5月31日 陈云在会上 做了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发言 他说 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 有四条 第一 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政策 如贯彻中央12条紧急指示等 第二 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 第三 进口粮食 但没有外汇 没有运输力量 第四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 以上四条 第一条是基本的 第二 第三两条 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 第四条则是必不可少的 非采取不可 中央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1961年6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 提出在1960年的基础上 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了 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 中央一声令下 各地加紧执行 大批城市居民 扶老携幼回到了农村 1962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下达 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又加强了城镇人口下放的工作 当年到底有多少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 1963年7月31日 中共中央在批准中央精简小组 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报告中说 从1961年到1963年 全国减少职工1833万人 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 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 在中国当时那种制度下 不管做什么事 中央一声令下 各地总是要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 下放城镇人口任务也是如此 吉林省的下放指标是81.2万人 实际下放98.0万 河南省任务是109.9万人 实际下放120.6万人 福建省的任务是87.3万人 实际下放94.5万人 除了近三年进城农民以外 城市中其他弱势群体的部分人口也被迫下放 上海市在1961年到1963年间 将社会闲散户和无固定工作户籍6000户 2.6万人前往安徽农村 在七七哈尔市 1960年下放了11.4万人 其中在城里的盲流3.5万人 无固定职业的5.6万人 在有些地方 劳改 劳教人家属 如果在农村有家的也要下放 这种家庭里超过16岁的学生也是下放对象 在精简职工压缩城市人口的过程中 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 因而遇到一些阻力 被精简的职工 有的是城市户口在农村无依无靠 有的早就脱离农村 在城里已经成家立业 如果下乡务农 不仅生产劳动 衣食住行等方面实际困难很多 而且农村并不欢迎他们 因此精简职工的阻力很大 以安徽省邦布市为例 1961年计划压缩城市人口35600人 到10月底只完成任务28,390人 很难完成当年计划 11月份市委召开扩大会议 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把剩下的指标进一步下达到各个部门 要求所有的企业事业单位摸底排队 落实计划 该停的停 该病的病 该减的减 把一切可以精简的人员迅速押回农村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完成了1961年的计划 1962又下达了25000人的计划 有些地方在精简过程中 还出了些小乱子 如江苏省长州市大明纺织厂 1962年5月20日到23日 70名安排下放回农村的老工人 集体闹事 经过几天的说服工作 事态没有扩大 这70名工人 还是老老实实地回农村去了 也有的城市 一些确定去农村的城市人口 并没有去农村 而是逗留在城市 通过种种不合法的手段谋生 但总的说来 2000多万人从城市下放到农村 没有出什么大乱子 是很不容易的 这只有在中国的制度下才能做到 毛泽东曾说 我们的人民好啊 几千万人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 实际上 这几千万人回到农村 留下了大量的遗留问题 受害者中的部分人 几十年来一直上访告状 70年代 我在新华社天津分社工作时 就接待过不少这样的来访者 以求得到公正的解决 但很少有如愿者 第八 整风整舍 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 上述纠错措施 都是针对三面红旗中过激的问题 事实上 正是三面红旗造成了大饥荒 所以 一纠错 就会伤及三面红旗 一伤及三面红旗 就触动了毛泽东等人最敏感的神经 认为有一股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认为 大量饿死农民的原因不是三面红旗 而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 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来自何方 毛泽东认为 在上层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而在基层则来自 地 富 反 坏 右 他们反对三面红旗 是他们造成了农村的严重问题 自从1960年底 西洋事件在党的高层揭露以后 毛泽东就把过去九分之一 一个指头的问题 改为三分之一的地方有问题 而这三分之一的问题 是基层干部中坏人掌权造成的 这就把农民受摧残的原因归罪于基层干部 1960年11月10日 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 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 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 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 11月15日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 一定要在五个月内 把三分之一地区的形势扭转过来 争取1961年的农业大丰收 全国大好形势 占三分之二地区 又有大不好形势的占三分之一地区 五个月内 一定要把全部形势扭转过来 共产党要有这样一种本领 五个月工作的转变 一定要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 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 邪气下降 政绩上升 在同一报告上 毛泽东批给周恩来一句话 在讲大好形势 学习政策的过程中 要有一段时间 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 坏人当权 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 吃不饱饭 民主革命尚未成功 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 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1960年12月8日 中共中央在关于山东 河南 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中 进一步阐述了民主革命补课问题 其中写道 山东 河南 甘肃三省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情况 你们已有所知 现将中央监委工作情况反映215号转发给你们 这个反映中描述的贵州省的遵义和毕竭地区的群众生产 生活中的严重情况 特别是干部中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 贪污腐化 破坏党章 违法乱纪 不顾人民死活的情况 有些简直不能令人想象 其中某些反革命破坏行为 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上篡夺领导 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报复 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最激烈的表现 要知道 中国农村人口中还有8%的地富分子及其家属 连同城市的资产阶级分子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家属 总共占全国人口10%左右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都经过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 现在已经生活在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中 在种种企业 事业 学校 机关 部队中 至少也生活在街道组织中 因此 我们有绝对必要改造他们 但是 他们中间或多或少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自发失利 也天天在影响和腐蚀我们 其中 未被改造和不接受改造的最坚决的最隐蔽的反革命分子 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 有意识地随时都在准备届时还魂 篡夺领导 实行报复和疯狂挣扎 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不仅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而且还要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贵了任务 革命胜利 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生产关系的改变 经过一定时间是可以实现的 而上层建筑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 则需要更多的时间 只要我们领导疏忽麻痹 政策出了偏差 反革命分子利用钻进来的机会 把我们中间的革命动摇 意志薄弱的人拖过去 使部分地区 单位 至少个别地区 单位党的领导变质 随着也就极大的破坏 现在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这个材料揭发的事实中 已有不少名证 由此可见 整个社会改造 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阶级斗争任务 反革命分子只要存在一天 绝不会自动放弃 他们绝望的破坏和挣扎 我们对他们万万疏忽 麻痹不得 孙中山说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我们可以拿来借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没有从制度 政策 指导思想方面 寻找大饥荒的原因 而把大量死人的原因 归罪于早已被打入 18层地域的地 富 反 坏 右 说是因民主革命不彻底 而使阶级敌人 篡夺基层领导权 这显然是违背事实 河南信仰是革命老区 民主革命就很彻底 但也被毛泽东 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典型 因此 一些饿死人较多的地方 都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就是像土地改革时期那样 像斗争地主恶霸一样 斗争基层干部 让农下中农深渊诉苦 然后全面夺权 建本书 获取《中原一章中西洋事件》 本书作者 在90年代到甘肃 四川 广东等地了解 当年情况时得知 在民主革命补课中 也像西洋一样 有大批农村基层干部 受到摧残 1962年10月 中央派到四川的工作组 对聚四川省河川县 做伊勒斯调查 调查结果是 由于反满产私分 反右倾 整风整舍等运动 农村干部受打击的面很广 全县共有干部 25283人 自1959年到1961年 共处理了5184人 占干部总数的20.5% 其中 公社党委书记 被处理的占60% 大队政府书记 被处理的占57.2% 生产队政府队长 被处理的占24.8% 中国农村的基层干部中 的确有一批流氓地痞 他们借助国家政权 狐假虎威 欺压百姓 但其中多数人 是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政策 才伤害了农民 有些人在执行中过激了些 才对农民造成了更严重的伤害 这中间虽然有干部素质低下的原因 但其责任应在中央 而不能让一些基层干部 当替罪羊 第九 几个重大错误一直坚持到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 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 一波三折的调整极左政策 也曾下令纠正农村干部作风 改变1958年大跃进中 一些过激的做法 但是 在几个重大的问题上 没有采取切实措施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粮食问题上 对农民见死不救 继续高争购 继续出口 从而加剧了饥荒 二是在建设速度和经济指标上 继续坚持大跃进 迟迟得不到调整 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1959年春天 饿死人更多 也就是说 1959年春天 大饥荒已经全面出现 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 在死亡线上挣扎 执政者在粮食上 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 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 继续出口粮食 国务院秘书厅 1959年4月6日 送上了山东 江苏 河南 河北 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 4月9日 又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 毛泽东于4月17日做了批示 只采取两项措施 一是将这两个材料印30份 15份在3日内 送到15省委第一书记手中 请他们迅速处理 二是给15省在京开会的人大代表 美人一份 毛泽东认为这是暂时的两个月紧急危机 对于这么大面积的危机 毛泽东没有采取全局性的措施 还是当作局部问题交给地方自己处理 特别是没有在粮食上松口 1960年1月7日到17日 正是农村大量饿死人的时候 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面对遍地的恶嫖 毛泽东继续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 他在会上说 庐山会议以后很灵 生产月月高涨 看来今年至少不弱于去年 可能比去年更好一些 我们准备分几个阶段 把我们这个国家搞强大起来 把人民进步起来 把物质力量搞强大起来 这个会议批准了国家国家纪委 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提出了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 会议认为 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 可能比1959年形势更好 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0万吨 粮食产量6000亿斤 八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同时要基本完成集体所有制 向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 会议还要求大办食堂 事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上海一月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 七分钟召开的 会议以后 全国各地又开始大办建设工业 大办水利 大办食堂 大办养猪场等 一些原来确定压缩的基本建设项目 重新上马 共产内等武风又严重泛滥起来 下面继续送上来欺骗毛泽东的报告 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 有所好转的报告 1959年4月23日 报告说 河南 河北的春荒 已经在全省的范围内停止发展 山东农民外流现象 大部分已经停止 浮种现象开始下降 但少数地区 春荒不在发展 其实 当时饥荒正在迅速发展 26日 毛泽东批示多种瓜菜 注意有吃而又省吃 咸食少吃 忙食多吃 1960年10月26日 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央监察委员会四名干部 关于西洋事件的调查材料 这个材料说 西洋地区饿死了几十万人 并介绍了农村的惨状 毛泽东只是轻描淡写地 批了十几个字 请刘州今日看 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他还是把西洋事件 当个别问题处理 当一般工作中的问题来处理 也没有在粮食争购问题上松口 在粮食争购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方面 1958至1859粮食 年度争购数达1125.44亿斤 比上亿年度高出22.32% 大饥荒全面出现的1959年 不但没有减少粮食争购 争购数反而比上亿粮食年度 高出88.85亿斤 高出比例为7.89% 从生产年度看 1959年的争购数比1958年 高出103.18亿斤 高出比例为9.45% 而返销给农村的粮食 1959至1960粮食年度 只比上亿年度 多21.29亿斤 也就是说 在大饥荒全面爆发的 1959至1960年 国家不仅没有救济 反而从农村多拿走粮食 67.56亿斤 剑表19-1 表19-2 在机民口中夺粮 是一件十分残酷的 而且是很不容易的事 因而出现了本书前面所介绍的 鲜血淋淋的反满产私分的 大规模惨剧 直到大饥荒发生了一年半以后的 1960年秋 才不得不降低了粮食争购数 1960至1961年度 粮食争购数从上一年度的 1214.29亿斤 降低到780.84亿斤 降低了433.6亿斤 从生产年度看 1960年 只比上一年 降低了342.53亿斤 但向农民返销的粮食 也减少了164.4亿斤 实际农民负担 只减轻了269.2亿斤 表19-1 大饥荒时期 国家对农村粮食的 征购和销售 单位贸易粮 1957至1958年 从农村征购920.11亿斤 销售给农村是419.66亿斤 1958至1959年 从农村征购1125.44亿斤 销售给农村是505.19亿斤 1959至1960年 从农村征购1214.29亿斤 销售给农村是526.48亿斤 1960至1961年 从农村征购780.84亿斤 销售给农村是362.08亿斤 1961至1962年 从农村征购679.14亿斤 销售给农村是268.45亿斤 资料来源 1962年8月25日 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表19-2 生产年度的粮食征购数 单位 贸易粮 一斤1957年 875.8亿斤 1958年 1092.02亿斤 1959年 1195.2亿斤 1960年 852.67亿斤 1961年 682.48亿斤 资料来源 同表20-1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 不仅在粮食征购上不让步 1960年1月 大批农民正在饿死的时候 中共中央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 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 中共中央在粮食部的一份报告说 粮食征购从1959年下粮 登场时计算起 到1959年12月 已经收到1142亿斤贸易粮 比中央批准的计划 1075.8亿斤 超过了6% 按粮食记录计算 到1959年12月25日值 已收到1016亿斤 完成计划的94% 再加上1960年5-6月的新下粮 肯定可以超额完成计划 我们预计1959-1960粮食年度 收到1200亿斤粮食是完全可能的 中在批准这个文件中写到 中央认为 在今后粮食生产继续越近的基础上 逐渐增加国家粮食储备 不仅是必要的 而且是可能的 在饿死人最多的1960年 国家还有数百亿斤粮食库存 却没有大规模地开仓放粮救人 从表19-3的粮食库存数中可以看出 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 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在这期间 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 1959年11月初 最少也有319.1斤 1960年5月 1960年4月 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 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 这是贸易粮 折合原粮为482亿斤 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 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 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 也不会饿死人 由此可见这个制度的僵化程度 表19-3大饥荒年代粮食库存贸易粮 一斤请看视频表格中的数据 不做朗读 资料来源1962年8月25日 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 粮食部另一个数字说 1960年6月30日 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 核表20-3中的297.71亿斤差不多 这301.48亿斤粮食 在各省分布如下 北京2.30亿斤 天津1.15亿斤 上海2.53亿斤 河北18.26亿斤 山西8.16亿斤 内蒙5.49亿斤 辽宁7.89亿斤 吉林5.08亿斤 黑龙江20.41亿斤 陕西15.96亿斤 甘肃4.81亿斤 宁夏0.72亿斤 青海1.25亿斤 新疆4.45亿斤 山东22.44亿斤 安徽7.05亿斤 浙江12.37亿斤 福建2.72亿斤 河南25.07亿斤 湖北13.22亿斤 江西7.14亿斤 广东7.40亿斤 广西2.84亿斤 四川41.61亿斤 贵州11.49亿斤 云南17.43亿斤 从这些库存数字可以看出 当西阳100多万人死于饥饿时 在西阳所在的河南省 至少有25.07亿斤粮食存在库里 在西阳附近的湖北省 至少有13.2亿斤粮食存在库里 如果开仓放粮 仅动用这两个省的库存 800万西洋人 每人可以得到50多斤粮食 根本不会饿死人 国家千方百计的增加粮食库存 准备用于何处 为什么见死不救 真是令人不解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 在农民大批饿死的时候 却大量出口粮食 按生产年度计 与1957年相比 1959年的粮食产量 减少了2500万吨 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 却增加到415.75万吨 比1957年的209.26万吨 多了一倍以上 见表20档次 这一年 中国的粮食出口 创历史最高记录 达415.75万吨 这是贸易粮 每吨贸易粮 相当于1.2吨原粮 415.75万吨贸易粮 相当于500万吨原粮 留给农民的口粮 都是原粮 其中大部分还是山芋 又称白薯 红薯 干薯 红勺 由于本书 已用各地大案资料 所以在各章中 名称不一 1959至1961年 农村人均年消费 粮食量为164公斤 1957年为204.5公斤 按1957年的标准算 500万吨原粮足够2450万人吃一年 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 还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 1959年几乎没有进口粮食 1960年也进口很少 直到大饥荒发生以后的第三年 才开始进口粮食及少量砂糖 而进口食品都是供应给城市 鉴表20-5在这期间不仅出口粮食 还出口了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 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 1959年4月19日 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电话会议上 李先念讲了四个问题 其中之一就是猪和蛋出口的问题 当时农村已经饿漂遍地 没有饲料 猪长得又瘦又小 几十斤就收购走了 李先念说 今年一季度2.6万吨猪的出口任务 只完成一万零几十吨 这样不行 请各省委考虑 既要很好的说服 也要加一点命令 李先念抱怨说 猪出的很不好 出的不是猪 而是狗猪 香港挖苦我们 把我们出口的猪烧掉了 说有瘟病 不然三四十斤 为什么卖掉呢 捷克总理西罗基给周总理写信抗议 说一是交不了货 二是叫来的不敢在市场上出售 质量太刺 谈盗弹 李先念也抱怨 出口任务完成的不好 他要求商业系统来一个突击收购运动 要采取断燃措施来解决出口问题 为了从农民嘴边挤出食品出口 在收购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暴行 四川省碧山县十四公社虎丰大队 在1960年4月收购鸡和弹时 不是按社员时有的鸡和可能生的弹来摊派 而是按人头下指标 不管有鸡无鸡 不管鸡下不下弹 不管是不是下弹季节 将任务层层下达 社员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惩罚 谁家拿不出鸡蛋 食堂就不让谁吃饭 六对社员柯正国没有弹上交 全家七口人被扣饭 他母亲到亲戚家借了六个鸡蛋上交了 才解除扣饭 除了扣饭以外 完不成鸡蛋任务 还不准买盐 煤油 烟等日用必需品 有的供销社干部和生产队干部 为了完成鸡蛋争购任务 竟不经社员同意 到社员家强行捉鸡 捉鸡 捉鸡经常是深耕半夜进行 弄得鸡飞狗叫 人心惶惶 表19-41956-1965年间 中国的食品出口 请看视频表格中的数据 不做朗读 资料来源 1981年 中国经济年间 8-47-8 武林页 中国经济年间 1982年 海外版 8-47-48页 花生人出口数 比内地版多一些 商业部党组提供的 肉 蛋 水果等食品的出口数字是 1959年 商业部系统供应出口的任务 完成了30万03千万元 占出口计划的110.8% 比1958年供应出口实际增长了28.9% 其中 猪肉供应出口23.3万吨 是建国以来出口最多的一年 冻牛羊肉2万吨 为出口计划的125% 鲜蛋出口5200多万斤 冰蛋出口6208吨 活家禽出口954万只 冻家禽出口7022吨 此外 还出口苹果10.2万吨 菊干9.1万吨 表19-5 1956-1965年间 中国进口的食品数原粮 1956年 粮食合计14.92万吨 其中 小麦2.62万吨 砂糖是17.61万吨 1957年 粮食合计16.68万吨 小麦16.68万吨 砂糖是11.93万吨 1958年 粮食合计22.35万吨 其中 小麦22.35万吨 砂糖是20.91万吨 1959年 粮食合计0.2万吨 小麦3.87万吨 砂糖是2.6万吨 1960年 粮食合计6.63万吨 其中 小麦338.17万吨 砂糖是23.38万吨 1961年 粮食合计580.97万吨 小麦353.56万吨 砂糖是118.66万吨 1962年 粮食合计492.3万吨 其中 小麦558.77万吨 砂糖是99.56万吨 1963年 粮食合计595.2万吨 小麦536.87万吨 砂糖是49.69万吨 1964年 粮食合计657.01万吨 其中 小麦607.27万吨 砂糖是59.88万吨 1965年 粮食合计640.52万吨 其中 小麦2.62万吨 砂糖是70.79万吨 资料来源 同表20-4 从表20-4中可看到 1959年到1960年 在全国饿漂遍地的时候 中国出口了多少食品 这食品可以救出多少鸡民 但是 当时的中国的领导人 却没有想到鸡民 想到的只是外汇和进口机器 为什么抛击民于不顾 而基于进口机器 是因为没有放弃大跃进的指导思想 由于在政策调整中 不能放弃三面红旗 所以在经济建设中 大跃进的思想始终存在 直到1960年 还保持着很高的经济指标 1958年大连钢铁 全面搞乱国民经济以后 10月 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 提出1959年 为生产300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 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2000万吨 对外公布1800万吨 以后看到不行 1959年三四月 在上海会议上降到1650万吨 年末实际完成1387万吨 1960年又提出了 刚产量1800万吨的指标 到了经济严重困难的1960年 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 满堂红 月月红 红到底的口号 7月份苏联撤走专家 为了反击苏修 咬着牙药蒸汽钢 钢产量不是搞1800万吨 而是要搞2000万吨 除钢以外 1960年 由于反右倾的影响 其他工业生产的指标也是居高不下 固定资产投资最能表现国民经济的冷热程度 1960年固定资产投资达416.58亿 不仅高于1959年 还比大跃进的1958年高出49% 在固定资产投资中 93%是基本建设投资 全国到处是基建工地 到1961年被迫下马到处是半截子工程 表19-6 大饥荒年代前后 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单位1元1956年 总计160.84亿元 基建投资是155.28亿元 1957年 总计151.23亿元 基建投资是143.32亿元 1958年 总计279.06亿元 基建投资是269亿元 1959年 总计368.02亿元 基建投资是343.72亿元 1960年 总计416.58亿元 基建投资是388.69亿元 1961年 总计156.06亿元 基建投资是127.42亿元 1962年 总计87.26亿元 基建投资是71.26亿元 1963年 总计116.66亿元 基建投资是98.16亿元 1964年 总计165.89亿元 基建投资是144.12亿元 资料来源 1988年 中国经济年鉴 十一 七三 现在回过头来看 对挽回危局起重要作用的是自留地 自由市场和责任田 但这些是中共中央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的选择 而自留地责任田中的大多数是农民背着政府做的 现以下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央和省级不知道搞责任田的面有这么广 从1958年过激政策退回去所有制高指标是形势所破 但对阻止形势进一步恶化起了作用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所做的事就是反右倾 这场政治斗争加剧了灾难 对中国共产党挽救危局如此无力 罗隆基有一段精辟的谈话 他们知道出了毛病 但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 检查纠正没有触及到基本问题 定的措施没有抓住要点 只会把事情愈搞愈糟 毛病愈出愈多 共产党讲为误 实际上最违心 说的是客观规律 实际上最不尊重客观规律 他们现在拿着1848年的资本论 解决1958年的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制度 平心而论 我要对人类负责 就不能同意这个制度 罗说物资供应如此紧张 不是一时的 而是永久的 是社会制度造成的 这段话本来是罗隆基在私下说的 后来被人打小报告 送到毛泽东手里 毛泽东把它当作反动言论 1959年7月19日 毛泽东批给庐山会议的参加者 作为反面教材 罗隆基还说 目前物资供应如此紧张 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大乱子 依我看 1956年就把事情搞坏了 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 大工厂只能解决大问题 日常生活问题要靠小工厂来解决 现在只见其大而不见其小 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后 又来了个反右 反右以后又接着搞政治挂帅 大跃进人民公社 半个世纪以后 人们才知道 罗隆基的这些反动言论 是远见着实的金石之言 优优独播剧场